挖掘新聞內幕 挖苦新聞內幕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挖挖 好 來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來賓 第一位是媒體人呂文娃 鄭大哥好 大家好 好 另外邀請到的是 第一次來的新朋友 他是作家雪兒 鄭大哥好 大家好 好 這個雪兒非常值得介紹 因為他有一本新書 那這本新書呢 他說我的老公是美女檢察官 還記不記得我們節目上討論過 有 他的檢察官這個老公 是一個男生 但是很喜歡用穿女裝出現 而且打扮得非常的漂亮 那我們今天邀請到的雪兒就是 這位檢察官的老婆 也很漂亮 這樣子 那面對這樣的檢察官 他是如何相處 這個是很值得跟大家來做分享 跟學習 今天謝謝你來 謝謝 OK 那書的內容跟照片 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 另外我們邀請到的是 磁商心理師林翠芬老師 鄭大哥好 大家好 好 以及演科醫師 黃宥嘉黃醫師 鄭大哥好 大家好 好 非常歡迎四位 那麼我們今天主題是 我的美女老公 美女老公 來來來 這本書是最新最新最新的 是由水靈文創所出版的 還沒有正式發行 對 今天早上才從出版 那個印刷堂拿出 熱騰騰 明天才開始寄給大家 對 很騰騰 我們真的是太幸運了 熱騰騰 熱騰騰的 對 騷啊 對 很騷很騷 給你滿滿的溫暖 探修 探修 會燙人啊 會會會 好 那這就是老公 對 是我的老公 這就是你 沒錯 那為什麼想出這本書 因為其實當作家 是我小說的夢想之一 然後剛好因緣際會的 可能是我老公實在太特別了 然後他在爆紅之後 很多人對我也很好奇 所以我也開始在IG 寫一些文章 那可能文筆還算不錯 大家看的還算喜歡 就有出版社 找我們一起出版這本書 那我有這個機會 可以圓夢 那就why not 我們就做吧 對 那想要表達什麼 應該是說我們這個族群 畢竟是少數 那願意跟公開的人呢 更是不多 所以我覺得能藉由這個機會 讓大家認識我們這個族群 還有該如何跟這樣子的伴侶相處 我覺得是對大家是有幫助的 好 這個就是老公陳漢章 陳檢察官 陳檢察官 我先給大家看一下 陳檢察官在跟雪兒交往的時候 這是在交往的時候 還沒結婚 這是交往的時候 陳檢察官 這是他本來的面貌 沒錯 帥不帥 真愛 真愛 不帥啦 真愛 我覺得他那時候很可愛 老實 就中後老實 非常的可靠 有安全感 那他打扮後是這樣 對 現在是變態後的 我都說他是變態 對 不只變身是變態 OK 對 然後所以他要化妝 對 每天都花很多時間在化妝 大概花多少時間 兩個小時 如果他要精緻完妝化妝 弄頭髮 挑衣服 大概兩個小時 所以他檢察官也是一樣朝九晚五 對 那所以他要 如果要化兩小時的妝 他換句話說 他必須要在六點多就起床 他必須提早起床準備 那頭髮是接的嗎 他頭髮是長 自己留的 他是留真髮 對 那看起來髮質怎麼這麼好 他很認真在護髮 他都比我還認真 就是洗頭要髮磨 然後出來要磨髮油 對 所以他真的是很認真 在讓自己看起來完美 洗頭比我還認真 真的 他保養 化妝 頭髮 都真的都比我還認真 那他的衣服自己挑的嗎 都是他自己挑的 這個品位也是進化過的 我記得他 我們剛開始交往的時候 他跟我坦承這個癖好 就會跟我分享他的衣服 交往的時候就跟你說了 當然 當然 不然就是詐騙啦 對 就是 詐騙就怎樣 我是檢察官 那時候他還不是 他還在考試 我其實那時候看他是個機優股 而且對我非常好 所以我是 我才跟他在一起 這是真的 我們真的是因為愛情而結合 所以很多網友在說 他是騙婚 騙我 幫他結婚繩子 其實真的沒有這回事 你說他機優股 你覺得他是台積電還是 NVIDIA 如果是的話那就更好 對 但是沒有 因為他是一個很認真上進的人 然後那時候我看他在準備 國家考試 他念書的那種毅力 是我以前不可能做到 我不可能像他那樣認真念書 所以這一點也是蠻讓我佩服的 對 那再說他剛剛 要考上檢察官很難 很難 那個比例有多少 很低欸 我忘記了 太久了 可能不到百分之一 不到 不到 而且你可能常常以零點四 零點六的分數 你就落榜了 真的很辛苦 他一點點 對 他考了幾次 還是說一次就少 三次 考了三次 對 三年的時間嗎 對 好有毅力 真的 可是檢察官待遇不錯 跟那些台積電什麼的 當然不能比 那你要轉往台積電嗎 沒有 不同產業 可能沒有辦法 國家需要檢察官 對 需要維持正義的人存在 是 是 是 這是結婚的時候嗎 這是我們的婚紗照 婚紗照 很漂亮 OK 那婚前在交往的時候 這個時候結了沒 這時候結婚了 其實這一次是跟公婆 一起去澎湖玩 對 但是那時候都還沒有 公開 他的家人也都還不知道 他有這個癖好 所以去澎湖玩 那時候已經結婚了 對 那公婆有一起去 但是公婆並不知道 他喜歡男扮女裝 對對對 也許他這時候 還有一點壓抑 是啊 是 對不對 但是你知道 我知道 我一直都是知道的 你一直都知道 對 那你喜歡他穿男裝還是女裝 我當然喜歡他穿男裝 為什麼 因為我喜歡的是男生 對啊 所以他在轉變成女生之後 我們其實也花了蠻大的時間 與力氣去調適這件事情 OK 那這樣算男孩女的 我覺得有點保總的風格 他現在穿 他是有時候我們是為了出席 那種家長的聚會 不要給別的小朋友或家長帶來困擾 他就會穿男裝出席 但是因為實在太秀氣 每次都被我笑是保重 我跟你講日本現在很多男生都這樣打扮 是啊 日本就是很中性 讓你看不出來他是男生還女生 但是我講的是男生 女生就打扮得很女生 但是男生打扮成很中性的樣子 很多 就有點像這樣 就花美男 對 花美男 那這個老公爆紅之後 據說你的IG 居從兩百多個人一下子變成三萬四千個粉絲 這比台積電長得還多 真的一年內 而且現在已經快三點八萬了 三點八萬了 成長多少倍啊 這太驚人了 我是分他的粉絲 我們粉絲其實是重疊的 重疊的 對 然後大部分都是覺得被他的特色給吸引 然後後來又發現我的存在 因為他就是對我們很好奇 然後我又會寫他一些比較依我觀點的事情 然後大家都覺得很有趣 就開始變成我的粉絲這樣 這樣子有壓力嗎 我覺得如果是我一個人出去的時候 我是覺得還好 可是當我跟他走在一起的時候 我覺得壓力蠻大的 怎麼說 因為他就是一個很吸睛的人 長得那麼高 頭髮長 然後皮膚又白的女生 其實還蠻吸引人家注意 他現在又紅了 大家就知道他是誰 那我走在他旁邊 我就不能太邋遢的出門 我還是打扮得好好的 然後還要表情管理 因為其實平常我出門 我放鬆的狀態 我臉是很臭的 然後他就怕人家會覺得說 我們是不是在吵架或什麼 他會提醒我說被認出來了 表情管理一下 有人會覺得說 你現在是陳棠這樣檢查官的太太 白什麼臭臉 出名了嗎 是不至於有人這樣 對啊 只是會懷疑我們之間的關係 是不是吵架了 對對對 就是網友很喜歡做很多議測 他們一定覺得我老公變女的 我一定過得很苦 之類的 自己會腦補 對 自己會腦補這件事情 那你看我過得很開心 你又很酸 說你一定是裝的 就是什麼人都有 活在那麼多人的眼睛下 有人對你們有不禮貌的批評嗎 其實周圍的親友都不會 因為他都是認識很久的朋友 那已經知道我們是怎麼樣的人 並不會說你的外表變了 就變成另外一個人 所以我們的關係 都是跟他變身是一樣的 對 那反而是因為很多現在粉絲 不瞭解 對 不瞭解的人不清楚 然後就會比較多的批評 對 批評什麼 就有一些也是蠻沒禮貌的謾罵 就說他是變態 你有沒有認真工作什麼的 之類的這一種 比較不切實際的那種東西 對 那有到讓你們受不了的罵嗎 是不至於耶 因為我反而是把他當笑話來看 我就覺得你們這些人是有被虐傾向嗎 你為什麼要一直看你不喜歡的東西呢 你不喜歡就算了 你還看然後還花時間打字在罵我們 你有這個時間跟體力罵我們 怎麼不多花點時間在自己身上 他們不知道他罵的是檢察官嗎 知道啊 就順便連整個檢察官都罵了 就是倒不是在罵恐龍法官 恐龍檢察官什麼的嗎 那我其實對這些公務員 我也覺得蠻不值的 就是公務員是為人民服務的 我為了伸張爭議 為了你們被詐騙去處理這些事情 然後反而還要被你們講成這樣 這一點我真的覺得 對 好 其實雪兒也是一個了不起的太太 沒有 不敢 不敢 就是說有這樣的老公 應該是講有一點這個特立獨行 那麼這個太太難免要承受壓力 但是我覺得你處理得很好 那這個家庭算是生活過得非常的圓滿 你有家裡還有小朋友嗎 有 小朋友幾位 一位 就夠了 就夠了 太累了 帶小孩太累了 他多大了 六歲 六歲 女是男生 男生 等一下回來繼續 好 來 先休息一下 好 那麼我們今天邀請到的是雪兒 雪兒嫁給了一個美女檢察官 檢察官的大名叫陳漢章 他一百幾公分 一百七十四 一七四 對 他喜歡穿高跟鞋嗎 喜歡 非常喜歡 而且是細根的會讓腳流鞋的那一種 那是那個細根有多高 有沒有十公分 七九公分都有吧 他上班就是這樣穿的 七公分或九公分 對 九公分的話加一七四就一八五了 一八三 模特兒的身材 對 一八三 那比你高很多 可惜是個女生裝扮 如果是男生我就會可以依靠很好 OK 好 那他身材也一直保持很好 你們交往多久 我們大概交往兩年多 快三年 那什麼時候才知道說他有喜歡穿女裝 其實我們剛交往沒多久的時候 他就覺得不可以 有些 有些是不能讓我 一定要讓我知道 所以他有一天就忽然跟我說 我有一個不可告人的秘密 我今天必須讓你知道 他就賣了一個關子 那當下我就聽到說不可告人的秘密 你又這麼神神秘密 你到底是什麼事 你是殺人放火嗎 你有什麼前科嗎 就是已經自己嚇 自己嚇完一輪之後 他才說我喜歡穿女裝 那當下就會覺得說 殺人放火跟穿女裝 好像穿女裝沒有什麼嘛 當下就莫名其妙接受了 莫名其妙接受了 對 因為那時候 我就是已經喜歡上他了 覺得他對我很好 而且再來是說 我認識他之前沒多久 我去月老廟去求姻緣 那剛好這個人的出現 又符合我跟月老求的那些條件 其實當下就有點覺得說 這個是我要在一起的人 對 所以你就接受了 對 那第一次看到他穿女裝的感覺是什麼 有點驚嚇 應該是說他那時候還沒有進化完成 然後那個品味跟外型 還是蠻可怕的 因為他也說男生在接觸女生的機會 認識女生的機會不多 都是在二次元的 那二次元的女生 就是那種蘿莉風 荷葉邊 就是很浪漫的那種 他就會以為女生的形象是那樣子 所以一開始他給我看 他的風格是那種 就是荷葉邊 然後那種軟軟的料汁 然後還要綁帶子 就是所有複雜的東西都在身上 我心裡想說靠這什麼東西 對 但是他又樂在其中 你又不能潑他冷水 真的說 我覺得還不錯 我覺得哪邊可以改善這樣子 對 他有一個很刻板的印象 對 因為那時候不懂嘛 是 對 黃醫師 如果您老公是喜歡穿女裝 你能接受嗎 我先跟大家報告 我認識我前夫之前 也去過月老廟 我意思說沒有保證一定 就是大家要先 有很多的偏見或是觀念是要破題 不過剛剛鄭大哥的問題是說 如果我的老公不是男朋友嗎 或者男朋友或者老公 對 然後跟我講說 其實我思考這個問題很久 對 因為我的問題就是說 我想要的就是白馬王子 為什麼他後來變成白雪公主了 對 我喜歡的其實是克拉克 蓋博 為什麼他後來變成瑪麗蓮夢露 所以這個問題我覺得其實是很深刻 然後我覺得以陳簡這個很正面的意思 就是說大概多多少少我們的生活中就是會受到這樣的驚嚇 我覺得比較好的是 那個坦誠相見的 就是說公胎的 不要隱瞞的 你自己偷偷摸摸的 那所以如果他我的老公或是男朋友告訴我說 他喜歡穿女裝 第一個我老實講 一定要先肯定他 就是你願意把這樣子的天大的秘密 沒有當我是外人 那跟我講 以至於讓我有考慮的機會 對 那你當然輕鬆地講的話就是說 那我們兩個一起去蘇格蘭也是穿裙子 這歪納 就是從最基礎的開始想 那可是如果想到後來就是會衍生成 我的那個狀態 就是說他告訴我 給我選擇 那我要問我自己 那我是想要白馬王子 現在他變成白雪公主 我要怎樣 我怎麼辦 那所以我的需求在哪裡 如果 所以我覺得很好的是說 你遇到一個伴侶 他有你所謂的狀況 其實也是我們自己思考的時候 對 那所以這時候我一定會強烈地問我自己 我是不是一定要白馬王子的形象 我是不是一定要克拉克 蓋伯的形象 我講這只有老人聽得懂 那如果我覺得 我聽懂 那如果我覺得我是 克拉克蓋伯就是 演飄那一位啦 那個男主角 對 因為我覺得 不是 白瑞德是不是 白瑞德 糟糕我知道 因為我覺得我們女生從小到大 就像剛剛這個就是說分享的這個樂姐 她以前要慢慢地去做 慢慢地性別轉換 或是先穿女裝的時候 她會有她接觸的人 所以她先變成那個樣子 然後再慢慢什麼 那我覺得我也很坦誠 就面對我自己 那我從小到大 我喜歡的人不就是白馬王子的樣子 或者是就是克拉克 蓋伯的樣子 是要很man的 那如果我們的認知很man的男人 一定要穿男裝的時候 說實在這也是這個社會教導我的 那我也被刻到我的這個腦海裡 那就要看說 我能不能接受她穿女裝的樣子 所以第一個是她告訴我了 我說好 謝謝你告訴我 第二個我來看你穿得怎麼樣 就是你要去看 然後這個當然是前提是建立在 我覺得剛剛這個雪兒 說到一個前提了 就是你先認定她是極幽骨 你才會給她機會的 所以如果萬一這個人 其實不是極幽骨怎麼辦 那所以我覺得我對這個問題 就是說我們可能 就是在做判斷會有很多的考量 那你說喜歡跟不喜歡 其實好萊塢明星有很多穿女裝的 就是張國榮穿女裝也很好看 就你沒有說不喜歡 但是她如果作為你的伴侶 那我就要問說 那我現在喜歡白馬王子 那你要穿白水公主 好 我們再來討論 如果你喜歡穿白水公主很重要 占幾趴嘛 你在我的生活中要占幾趴嘛 那我喜歡的白馬王子的形象 你要不要在乎我 如果你會在乎我 你也願意打扮成白馬王子 那你喜歡的時候 你也可以打扮成白水公主 我也支持你 可是你也要支持我 我喜歡有一個男人形象的 我覺得至少陳檢察官 他是非常誠實 我覺得他這一點至少要先肯定 就是說我交往跟我們還沒結婚 我很誠實跟你說我喜歡穿女裝 沒錯 他沒有騙喔 不要結婚了以後才來開始展現 他的真面目 那時候你後悔都來不及 對不對 那他也讓你有選擇 這個接受的機會 第二個就是說 我剛剛聽到說 現在你們周遭的圈友 都把它視為一個很自然的事情 我覺得這是臺灣社會的成熟 不成熟的是那些 根本沒有在人家生活裡面的那些網友 亂講一通這樣 那我想請教一下翠芬就是說 那一個男生這個社會上賦予他 就該有個男生的樣子 可是他事實上他喜歡穿女裝 這是一個什麼樣心態的展現 喜歡穿女裝跟我想變成一個女生 其實心理是不一樣的狀態 那我自己其實有接觸過 還蠻 就有一些啦 當事人其實他就是 我們所謂的性別不安 他的那個部分是說 我的外表 我的生理的性別 是一個男生 可是我心理的性別 其實是一個女生 所以我都會一直覺得 我裝錯一個屈殼了 然後在他成長歷程當中 他可能會慢慢的覺察到說 我真的很不喜歡我這個生理的性別 我喜歡另外一個性別那樣子 所以跟單純的喜歡穿女裝 這個是不一樣的 那像剛剛鄭大哥 你要講性別不安 對 性別不安 以前我們的名稱叫做 性別認同障礙 但後來我們改變成性別不安 因為他有所謂 他之所以會叫他不安 就是他有可能是 我們要很確定 因為之前我有看過一個案例 是在英國的一個女生 然後他在一開始的時候 他就覺得他裝錯性別 他想要轉換他的性別 但他後來真的去做了性別 重建手術 真的做了 女的變男的了 對 他真的從女生變男生 但是過了幾年當男生 就是他從當成男生之後 他發現他還是要當女生 又回來了 對 他又換回原來的性別 所以他很生氣 他當時的醫師 對 因為在臺灣我們是要去做兩年 要非常確定 你真的是性別不安當中 你需要做整個重建手術 然後才能夠去做 因為那不可逆 所以後來他再轉回來的時候 就會感覺到 他說他身體有去手術嗎 有 他有做性別重建手術 對 所以我們都會叫性別重建手術 就是會在這樣的狀況下 所以還是要很確認 很確認 但是我們臺灣現在 還有一種狀況 就是他沒有做手術 他也接受他沒有做手術 可是他的另外一個 就是他就做前半段 就是他有打荷爾蒙 然後胸部 對 可是他就是沒有做手術 對 就是沒有做整個性別重建 所以他可能有我們所謂的 他有男性的生理 也有女性的外貌那樣子 這種在臺灣也是有的 好 來 先休息一下 好 這個 這是陳檢察官 他是 Proscutor Lakku Lakku 就樂樂檢察官 對 樂樂就樂樂 樂樂檢察官 這長得真的是可以選美 我們真的是自探佛爐 自探佛爐 真的 真的太美了 文婉 你太客氣了 真的 真的是美 而且仙氣爆棚 他有仙氣 我也有 只是幾天沒洗澡 這真的是很漂亮 那臉型 好 來 再看一下 你看多修長 接下來這張怎麼回事 腿很長 腿很長 這已經時尚雜誌封面了 對 太美了 我以為深淤淤 他才被找去走秀 這是走秀 是嗎 沒有 他之前就是被去年那個 找去走秀 那這包包都他自己買的嗎 其實這個是 原本是我婆婆送給我的 對 只是他送給我的時候 我剛好就沒有在上班 比較沒機會提這個包 然後就被他拿走了 就被他拿走了 他要補一個 有有有 他補很多個給我 補很多個 要愛馬仕 這個有點難度 好 這個是good choice 這是在哪 我們去年萬聖節的時候 就辦了一個包比爬 所以大家都是做包比風格打扮 對 穿黑色衣服就 但是他就是覺得說 他想要扮魔女 就很不合群的扮了魔女 然後被大家罵 是 來 看下一張 所以他喜歡娃娃 羊娃娃 這應該是他覺得很可愛 所以他拿著照相 再看下一張 這個衣服就可以共穿了 凹凸有致的 還有搭配按摩 搭配按摩 對 你幫他按嗎 當然不是 就是有一度時間 他很認真在按摩自己的胸部 然後我每天看到這樣 我就很生氣說 你怎麼不按我 我在按你自己 對啊 可以講說到什麼罩杯嗎 應該是說他最近去抽脂了 然後抽出來的脂肪 他的原意不是為了填胸部 他抽脂是因為說 他運動了很多年 可是腹部的脂肪一直消不下去 所以他去做抽脂 那抽出來脂肪不要浪費 他原本是想要填馬胺 其實很多女生都不喜歡自己的馬胺 覺得很寬不好看 可是他就是很喜歡女生 那個腰線跟臀線的曲線感 但是醫生跟他說 你這個脂肪太少 填馬胺根本於事無補 他說那不然填胸部吧 所以他最近胸部又長大了一些些 可以說size嗎 應該有C或D吧 對 因為我剛剛有發現說 裡面好像有一張有一點低 有有有 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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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 看一下 對 看一下 這是有胸部的 這是有胸部的 這真的 洋裝真的很修長 對 然後他很會剝頭髮 而且舉手投足 真的就是一個很美的女性 對 這是他去走秀 他去走秀 OK 去你要是臺北時裝週的時候 他去走秀 時裝週的時候 來 這個是另外一張 這是他新衣服 他就是這件真的就有暴露了 超暴 還上了新聞 這個有暴露啊 有啊 他貼新衣服 對不起 弄我把眼鏡拿起來 好 那文婉 這要是你老公呢 因為剛剛聽那個 那個黃醫師講述的 那個他的感受 你要王子嗎 變公主 我是覺得當然會非常的感謝他在第一時間告訴我 他有不為人知 不可告人的一個秘密嘛 講了之後 我覺得那是前端的一個 應該是講 要是我當下 我可能覺得說 喜歡穿女裝還好啊 因為我們以前也要看寡婿 寡婿裡面雙心都很煙燈 不過都穿棍 這個其實是單方面的一個認知 那如果是 就像剛剛提到的 如果他第一 你第一次看到他穿的荷葉編 他的打扮 我覺得 我覺得 那個當下我會認為 你就只是愛穿女裝 他只是一個開端嘛 那如果接下來比較殘酷的一個 我覺得現實面應該是說 maybe你們越走越往往後走的時候 你發現說可能不只是這樣 他可能不只是喜歡穿荷葉編 他可能會更進化 包括比方說比你更愛漂亮 然後保養自己 甚至是後來我們剛剛有提到 就是可能打荷爾蒙 然後按摩胸部 他可能比我想像的超越很多的時候 我有一個感覺 我覺得雪兒其實真的很了不起 要是我可能中途 過程當中 我們先不要去討論 因為待會兒會說 如何去讓周遭的親朋好友 其實知道這件事情 然後瞭解這件事情 到接受這件事情 這一定是有一段過程 可是光是我自己 我如果是雪兒的話 我老實說 我可能沒有辦法接受 因為可能變成就是說 我其實我昨天在想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也想了一整晚 我就覺得我覺得我能接受嗎 老師講如果以現在這麼 就是多元的社會 然後我們也看了這麼多情情色色的一個狀態 大家都其實都可以 都已經不足為奇 可是我說如果是發生在我身上 我老實說 我可能沒有辦法接受我的老公 比我漂亮這件事情 漂亮不是只是外在 就是漂亮可能包括他愛漂亮的程度 甚至是可能是性特徵等等 我覺得如果到這個程度的話 我覺得好難 尤其就要打敗他 而且對 而且我想說他有一個六歲的兒子 我覺得這個過程 包括你如何告訴兒子 然後如何性別認同的問題 因為我發現陳檢察官他有一個狀態 就是我們其實有討論過 所謂性別光譜 比較跳躍式的一個狀態 可能這時候是仙女 那可能他另外一個面相 那可能也是一個很有這個權威的檢察官 這個過程的一個轉換 我覺得當太太的身邊的人 是最辛苦的 是 不容易 這個是剛剛講到小朋友 你們家小甜使 對 他六歲了 對 小男生 然後這是爸爸 對 這是媽媽 對 另外呢 這個是 兩個都穿 這是旗袍嗎 對 旗袍 這是老公 這是你 對 這在哪裡 好像是淹坡那邊 宜蘭那邊的淹坡飯 好 結果發現你們兩個都很漂亮 所以環境被你們比下去 這個是你 對 這個是老公 對 是 那兒子 剛剛文婉有講 兒子會問媽媽說 爸爸為什麼會這樣嗎 應該是說他從小的時候 就看到爸爸是這個樣子 對 所以他也很理所當然的 不認為爸爸有什麼不一樣 那可能會有些感受不一樣 是因為他開始上學了 就看到別人的爸爸是就是那個男生的長相 那他也會有點疑惑 那我們也是很大方的告訴他說 你的爸爸呢 就是喜歡長頭髮 穿裙子 跟別人爸爸不一樣 可是他一樣都很愛你 對 那比方說爸爸會帶兒子出去打球嗎 比較少耶 因為說實在我也希望我的兒子是從事戶外運動 可是我發現他很愛 很怕曬太陽 怕熱 走路太多 他也很累 對 所以可能打球這一塊我們也省了 那會做什麼樣的運動 很妙 是我兒子最近迷上了麥塊 然後他就會陪兒子打麥塊 對 我其實我不敢說 我很讚從小孩打電動 但是我也不排斥 因為簡座那時候 他以前也是一個很愛打電動人 我也是有陪打的人 對 對 那只是他們父子之間 對這件事非常的開心 有樂趣 然後小孩跟他打完之後 還會一直聊說在麥塊裡面蓋了什麼房子 他養了什麼寵物 我覺得好像也還不錯 那你有跟老公聊過說 剛剛講的所謂的性別不安 他的來源是什麼 他就是從以前就一直覺得 自己應該是站在女生那一邊的 我們其實一路以來這想法也一直在改變 他也一直在探索自己的道路 他其實也是這一陣子才發現到 自己是性別不安 而不是女裝癖 對 這陣子才發現 對 應該也是這三年間吧 這三年的事情 對 對 對 OK 那當這個事情變成一個社會上 大家很矚目的新聞的時候 陳漢章醫師的 陳漢章醫師 檢察官的爸爸媽媽 還有你的爸爸媽媽怎麼反應 我的媽媽其實是我媽媽 他反而是比他的爸媽先知道這件事的 因為像我們家是比較親戚會常來往的人 那因為假日他很把握他假日穿女裝的珍貴時間 所以就不太喜歡跟我回娘家 那我媽就會覺得說怎麼這個女婿這麼不親不慘來走動 我自己回去就是後來壓力也大 我就跟他說你要不要讓我媽知道 他說好如果你覺得他知道你會比較愉快的話 那你就跟他說 所以我跟我媽講這件事的時候 他就說那還好啦 那我懂了 就當作多一個女兒這樣 對 爸爸呢 爸爸就是比較三不管 他覺得只要女兒開心就好了 你的爸爸媽媽 對 我的爸爸媽媽都覺得 我覺得應該也是覺得說女兒嫁都嫁了 那看起來好像也沒有很不開心 也是好好的 對 那就覺得這也不是個什麼大問題 那陳檢察官的爸爸媽媽呢 他們是屬於比較傳統的人 其實是比較不能接受這件事情 對 那其實我先生的角度也就是說 你不需要讓周遭的人都去接受你 當然至少可以和平共處就好了 對 比較不能接受的意思 可不可以講更多一點 比較不能接受 因為他一開始 所以他回去會有壓力嗎 也不會 就是這些都已經去調適好了 其實這一路以來 也是做了蠻多事情 像去年在爆紅的時候 他的家長有一點沒有辦法接受 然後也是 你的公婆 對 那我原本不想介入他們母子的紛爭 可是因為我每天跟他生活 他也是被搞了一下又感冒 然後又心情不好又幹嘛的 我只好就跟他媽溝通說 媽你不要覺得這個兒子 可能讓你覺得有點 不是那麼光彩 你應該往正面的想說 你非常優秀 你交出一個檢察官的兒子 而且你尊重他的這個選擇 對 你尊重他的性別認同 其實你是一個非常偉大的母親 所以我婆婆那時候才比較冷靜下來 比較釋懷 對 對 對 老實講 我覺得我們這個社會上 講究包容會比較好 就是說他的父母難免碰到壓力 我們也要包容父母碰到這樣的壓力 對 因為他們畢竟就是那個年代的人 還是沒有接觸到這樣的事情 你也不能強迫人家說 搞不好你知道他們在旁邊的朋友 跟親情是怎麼說的 會 他們其實也會在意這種事情 真的 好 來 我們先休息 我們先休息一下一段廣告 那麼我們今天也邀請到翠芬老師 翠芬老師剛剛有講到說 其實這個陳檢察官他是性別不安 那性別不安是因為小時候嗎 是因為家庭嗎 還是因為學習環境還是什麼 我自己個人接觸過的 我覺得大部分都是天生的 天生的 當然有一小部分可能會擔心說 他有沒有可能 他想要轉變性別 是因為小時候的一個成長歷程 那如果是有的話 反而我們在這個部分當中 在做心理諮商的時候 評估 要評估的特別的精確一點 因為 因為我們會擔心說 有些時候他因為跟另外一個性別 譬如說他是男性 可是他跟男性相處 有很多的衝突 或有很多的一個不愉快的經驗 以至於他想轉變 因為他敵視男性的性別 以至於他想轉變成一個女性的性別 去應對這個世界 那可是他真的並不是 他轉變到那個性別之後 譬如說他從男性轉變到女性的性別 他就可以適應這個世界 那這是有一點危險性的 所以還是要很精確的評估說 他是不是真的就是屬於性別不安那樣子 那我請教一下黃醫師 這如果是你兒子你會接受嗎 很接受啊 很接受 對 所以我也 從小他穿女裝 你不會說硬要他穿男裝 有一陣子我小孩很喜歡穿桃紅色 你兒子 對 穿桃紅色 穿桃紅色 老實講我覺得這還是來自 男生想穿桃紅色的意思是什麼 對啊 所以我的意思說 這就是我們要去學習的 因為像我這個年代 我們接受的都是老的 每次叫我們去講那個什麼 平權性別什麼 也不好要認真上課嘛 你一定要自己遇到問題的時候 你才要去想 比如說我自己的話 確實也有發現我小孩子有一陣子 就是我覺得他都喜歡的是女生的玩具 比如說廚房炒菜 然後穿衣服可能比較喜歡桃紅色 不過我遇到這個狀況的時候 我事實上是去問了這個 這個早療中心的這個物理治療師 他是跟我提醒說 因為你是單親家庭嘛 因為我們小孩兩歲 我們就離婚了 好 那我們可能周邊的男性不多 所以他比較習慣 就是都是女性化的家庭成員 對 所以這個部分 好像也有可能會去影響到他 就這個有點不自覺 就是因為他 當我看到我的小孩子 喜歡桃紅色的時候 我心裡是想說 那因為我很喜歡桃紅色 所以我的小孩好像也有可能 但是因此我就激發起 我去對這個問題的重視 所以我去請教了 也許專家也許不是 但總之我就是都問 對 那那時候我覺得你要看你遇到什麼人 他會給你什麼樣的答案 然後你採不採納而已 那那時候我們的老師就跟我說 那黃醫師你就是要 要多讓他去接觸這個 比較男性化的東西 看他喜不喜歡 你不要讓他只有一種選擇 那這時候我就做出了這樣子的那個 所以我就在那邊 像我雖然是女生 我擔心家裡媽媽 可是我在家裡我是兒子 那所以我是在玩那個什麼 什麼金剛遊戲那個車子 那個我都很困擾 我就是在玩那一些 然後我們就是在那個麥塊 我也很困擾 一玩麥塊我就掉到谷裡死掉 然後我也是在那邊玩 所以我覺得就是他可能會有這樣子的展現 那我不知道他是不是 那也沒關係 我也不要去給他定義 但是我提供他各種看法 然後到了學校去之後 因為老實講 因為我們小孩子身體不好 所以就沒有上幼稚園 那所以也少接觸了其他各種性 不是各種性別 就各種各種同學的機會 然後有一接觸之後 那他就會知道說 可能男同學是怎樣 女同學是怎樣 那他也不會特別跟我講說 他喜歡穿裙子什麼的 那就那就是這樣 那不過坦白講 因為我很重視這個議題 那我就是覺得說 我很幸運 因為我現在在臺灣這個時代 所以我自己覺得我做媽媽的 如果大家對同治議題 是很開放的 那如果我將來 我的小孩是同治的話 那我也很好受 那我是抱持這樣子 我是受益者 那所以如果我抱持這樣的想法的時候 老實講 以前我的觀念也是很舊的 因為我們沒有這一塊教育 你不一定有這樣子的朋友 或是朋友數不多 或者說你不是他們的族群 他們不見得要跟你做朋友 或是跟你講太多的真心話 因為誤以為我們有偏見的時候 老實講確實不懂 但是這幾年我就覺得說 我們的臺灣社會對那個同治議題的討論 是開放的時候 我覺得我的接受度也增加了 你還記不記得我們有一集 是做應該什麼題目 尼菲亞那個叫什麼 是 變裝皇后 對 他得到冠軍 然後他們在臺灣有兩場演出 對 他以前在臺灣的變裝皇后 他說賣票都不好賣 可是自從尼菲亞得冠軍以後 他說秒殺 然後而且還連演兩場 那他們有邀我去 好 我想那年輕人的討論 心中人不夠強會水癲 要加油 要加油 你知道嗎 這年輕人都站著 然後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這樣 然後他們有幫我們這種老人 安排幾十五 你知道可是那個音樂 蹦蹦蹦蹦蹦 我想說我心中就你不太好了這樣 但是有 還是有把他看完這樣 可是你就知道就是說 有一群人 變裝皇后 其實基本上變裝皇后都是同性戀者 同志 同志 那他們男生 然後要扮演成女生 我覺得他們的生活是很辛苦的 社會上要接受 社會上如果不接受 他們就會碰到霸凌 再來就是他們的維生 就賺錢維生是很困難 那你就知道說有一個假如因為性別認同的問題 他們正在受苦 他們需要我們用很包容 很平等的心情去對待 這個事情很重要 然後尼菲亞得到冠軍之後 你知道嗎 那種大家把他視為英雄的感覺多好啊 換句話說 同志也可以有非常傑出的表現 好 那這個是新的書 這本書就是雪兒在講他的老公 美女檢察官 那這個是你老公 對 這是你老公 沒錯 這是你老公 沒錯 這是你老公 對 這都是用男生出現 沒錯 這是用女生出現 對 那為什麼有一張是女生出現 因為那時候我們在歐洲 因為以他的身高來說 在亞洲是非常高 非常的突兀 那那時候他還沒有進化完成 然後沒有進化完成 然後那時候我們剛好去歐洲 那歐洲女生服務員比較高 他就覺得在那邊打扮的話 比較不會引人注目 或者是引人側目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有 那時候就拍了個照片 好 然後呢 這個是 這應該在日本 對 這是你老公 對 這是你 這老公 這你 這老公 這你 這個時候都還算正常 對 這邊就兩個女生 對 這邊有兩個女生 是 這是老公 這是你 對 這時候開始一直在進化 就是閨蜜了 對 就是閨蜜了 對 就變閨蜜了 除了老公之外 另外一個角色是閨蜜 兩個身分都有 我們是夫妻也是閨蜜 對 那你們在生活在一起的時候 曾經有過什麼樣的衝突嗎 性別上 比較少 性別上也沒有什麼衝突 反而是大家可能會認為衝突是比較多 在於會不會有爭吵什麼的 爭吵什麼 你們如果爭吵是什麼 比較少 因為自從他開始穿女裝之後 他的脾氣變得非常的好 真的 對 對我非常的包容 對 比較有同理心 他本來的脾氣是怎麼樣 他比較 應該是說可能以前他就是有性別不安的問題 所以他在情緒的控制沒有現在那麼好 因為他就是一直處在不安的狀態 難免就容易為了小事去發脾氣 比方說 可以說比方嗎 我覺得印象深刻是有一次我在上班的時候 然後他那時候 妳也有在上班 我是有上班過的人 是 然後他那時候就接我下班 因為他跟朋友約了吃飯 那因為那時候我可能工作比較忙 可能耽誤了十分鐘 十五分鐘 然後我下樓 他接我的時候 我一上車就劈啪 一直罵 一直罵 就說你怎麼會遲到呢 我說幾點就是幾點 你怎麼會拖成這樣子 然後跟人家約好什麼 就是一直罵 我整個覺得莫名其罵 我就想說 我又不是在玩 我是在工作 被耽擱是很正常的事情 怎麼這樣 我那時候就被他罵哭了 罵哭了 對 可是當他變成現在這個狀態的時候 他整個個性也變了 反而一天到晚都是我在生氣 對 然後都是一天到晚 還是跟我說對不起 那你生氣什麼 因為就是真的像白馬王子 變成白雪公術 我心裡是不滿的 你不滿 我當然會不滿 我好好老公變成女的 就是跟我原本設想的 婚姻是不一樣的 是 對 可是就是一路走完 就是非常多的轉折 你也要去分析說 我既然這麼不滿 我還要不要這個婚姻 對 那我分析過後的結果是 我決定我還要這個婚姻 那我既然選擇我要這個婚姻 那我是不是要讓這個選擇是好的 我做這個選擇 我還是每天都要快樂 如果我做過這個選擇 我不快樂 我何必做這個選擇 我就一分兩散就好了 對 那就是評估下來 就是說 他其實提供給我很高的情緒價值 很多很多媽媽覺得自己在家裡 很沒有地位 變成家庭主婦是很沒地位 可是不會啊 他覺得我很重要 我支持他很重要 我把小孩帶好我工作也做得很好 就是各方面 我覺得他很照顧我 你曾經掙扎於要不要這個婚姻 當然會啊 畢竟這個是一個很大的轉變 掙扎多久 應該是說心情不好了很久 多久 三年有吧 三年有 對 對 那他知道嗎 他知道 他知道啊 他只能盡他所有的一切來對我好 其實他會變成現在這個狀態 是因為有一年他去日本做訪問學者 對 然後那一年呢 因為人生地不熟嘛 都沒有認識他 他從那一年開始每天穿女裝 因為沒有人認識 對 因為沒有認識 他就可以很自在地每天穿 然後再加上又因為疫情的期間 他不用每天去學校跟教授碰面 對 快樂 超快樂 他每天就很快樂 每天打扮得香噴噴 漂漂亮亮 然後那時候我就抱著嬰兒在那邊哺乳 然後看他在那邊洗來洗去 我心裡是非常的不爽 對 我很不爽 所以他就會承擔所有的家務 他會出去買菜 然後回來煮飯 洗完 就幫我們母子照顧得很好 對 這一點 我覺得他其實還蠻有辦法的 對啊 所以他自在的時間其實是穿女裝 對 所以他如果下班回來 是馬上換女裝嗎 他現在每天就是女裝去上班 所以他現在 因為我剛剛一直聽下來 我終於懂了 原來他現在已經沒有比例的問題 剛剛在那邊拿書 這個時候是老公 這個是雪兒 這個是老公雪兒 這個是女裝 那那時候可能還有比例上面的多餘寡 所以現在原來是 他完全是女生的裝扮了 對 已經沒有任何男生的樣子 現在叫徹底進化了 已經徹徹底底 對 真的是理解 好 等一下我們繼續來先休息一下 今天戴智洋沒有來 不然他應該會蠻喜歡看這樣的照片 為什麼是戴智洋專屬 大家都喜歡啊 有嗎 女生會喜歡嗎 會 真的嗎 女生也喜歡看美女 女生也喜歡這樣子 對 像我們一輩子都沒辦法穿比基尼的人 多想穿 多喜歡看 這個是他你們在泡湯 好看 對 我們泡溫泉的時候 對 泡溫泉 然後就穿的比較清涼 好 那還有一張 這個是你 這個是你老公 對啊 這是你老公 這樣看好了 所以你不用擔心他有外遇對不對 不用 其實這個也是心情的轉折 我一開始覺得說他這個狀態 我的婚姻很安全 我不用擔心他外遇 或偷吃什麼的 可是他爆紅之後呢 反而也有那個男生喜歡他 跟他表白 男生 所以我反而是兩個性別 我都要擔心了 男生表白什麼 就覺得他很美 喜歡他 想認識他 對 寫信來嗎 就會在IG留言 對 對 你有威脅感 我不會耶 可是這個是別人主動 那你會不會很沒安全感 覺得他就是老公會不會去 喜歡的其實是男生 有沒有曾經那個過程 我我當然也跟他討論過這個問題 其實我們都是很愛你們開玩笑 我就是很愛刁他的人 我說你弄成這樣這麼漂亮 就是萬一真的是 你有沒有想要跟男生在一起 畢竟女生都想要被呵護的感覺 他說要的話 也是金秀賢那一款的 路上遇到的男生都不行 而且他在家裡 如果遇到金秀賢 我會把他追來送給你 我說OK 對 真的會講話 真的 真的追來送給你 對啊 我說好啊 好啊 沒問題 先請教一下翠芬就是說 他為什麼從脾氣暴躁 那自從穿了女裝之後脾氣就變好了 這個是其實在性別不安的階段 因為他要做一個 不是自己喜歡 不是自己可以接受的裝扮 跟不能夠去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就是我真的徹底變成一個 我跟我的生理跟心理的性別一致的時候 的確是會有一些感覺上 他對於生活當中的挫折 跟一些生活當中比較不如意的事情 我也真的覺得 他們的忍受度是比較低的 有時候我會看到他們的 那個情緒的轉變 真的會覺得 當你心中有一個事情 然後當你心中一直很渴望 做某一個裝扮 或是我覺得我是另外一個性別 而我又不能去成為那樣的性別 我就要變成另外一種性別 出現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時候的心理狀態 都不會是很穩定的 所以當我可以從早到晚 遊遊遠遠 每一個時刻 無時無刻就可以變成 我真正的性別的時候 那個感覺是不一樣 而且性別不一樣 因為他們內在會覺得自己是女生 所以有些時候 在這個階段 你真的會看到 他們的情緒狀態是不穩定的 而且因為我有看過那個歷程 我有看過這樣的歷程 你知道嗎 如果他是一個男生 要去變成要裝扮一個女生的時候 那個時候真的是最辛苦的時候 因為譬如說你的毛髮還很濃密 你的男性的特徵還很多 然後另外一個在大熱天 那時候如果你沒有自己真的長髮 你是戴假髮的話 我真的曾經看過 因為就是我當事人 可能他要裝扮成他另外 就是他真正的性別 給我看的時候 他很想跟我分享 他真正的性別的時候 真的會覺得有一點狼狽的感覺 因為他全部都不是真實的 戴的是假髮 然後化妝 然後穿衣服 說穿那個衣服 那個你真的會感覺到 他整個身心的狀態就很焦躁 可是如果說 他今天真的從頭到尾 從內到外 他都是屬於他自己真正的性別的時候 那種發自肺腑的喜悅 跟發自肺腑的愉悅感 我有看過那樣的笑容 我真心會覺得是不一樣的 好 再看一下 這個是陳漢章檢察官 老師好像打扮起來 真的是蠻漂亮 很美 非常美 你們兩個會競爭嗎 美 當然啦 我就是因為被他刺激 我才瘦了十公斤 要一直趕上他的腳步 怎麼可以美輸老公呢 他真的 十公斤不容易 你減十公斤喔 老實講 要減一公斤都很困難 不要講十公斤 對不對 是 你多久減十公斤 其實是慢慢減 一年多 我也沒有覺得很吃力 反正就是運動啊 然後加不要吃太飽 然後慢慢的一年多就瘦下來了 對 你為什麼要跟他比 也算是一種樂趣吧 因為我希望我人生是快樂的嘛 既然你選擇在這個狀態 就是一定會有很多的不開心 那我就會從這個關係裡面 去找有趣的事做 對 所以跟他競爭 正能量喔 要是我可能可以跟他聊說 因為一般你很難跟老公講 比方說鄭大哥 你真的可以跟大嫂聊說 哪個粉底好用 然後哪個那個什麼護髮素是很棒的 可以幫助頭髮那個亮亮的 黑黑的 很難嘛 然後什麼樣內衣好穿 什麼樣的內褲很舒服 什麼潤膚乳 所以都沒辦法 很多老公是不懂的 可能就是這個角度還可以一起 共同有興趣 也有逛街什麼的 就是像他陪我逛街 就是也不會像一般的男生 很沒耐心 他喜歡陪你逛街 因為他自己的時間 他超愛的 他比我還愛逛 對 那就有樂趣了 那就有樂趣 又有話題 是啊 所以我們蠻多事可以聊 可以討論的 真的 真的 好 來 我們先休息 進廣告 我記得我以前看過一部日本的電影 那部電影對我影響很大 電影的名稱 你看那麼多年 都還記得叫彩虹下的天空 那最主要是劇情是這樣 就是說日本也有滿多男生的同志 事實上他們內心是個女性 可是他們就六七個租一個房子 然後每天上班的時候 你知道日本的上班族 就是要穿西裝 打領帶 打扮得非常的乾淨 然後拿著黑色的手提包 然後就出去了 穿皮鞋 然後下班的時候回來 回到家 每個人就趕快 去換女裝的衣服 回來先換衣服之外 每個人就是開始塗扣單 開始講你的假睫毛 開始講你的假髮 開始評論你的今天買的女裝 事實上他們內心 全部都是女生 很愛漂亮 然後這個直到有一天 有一個男生他跑進女側 你知道日本也有酒店 可是那酒店不是像我們的酒店 也有酒店 然後他跑進去塗口紅 穿西裝 跑進女側塗口紅 這個是嚴不嚴重 情不自禁 忘記了 對 真的 結果女生看到他以後就尖叫 說有色狼 結果呢 聽到有色狼 男生馬上進來 哇 你一腳我一踹這樣子 打 打到到處都是血都腫起來了 然後打到他躺在地上不動的時候 大家就一紅而散 然後那個男生就喃喃自語說 我這輩子最想要達到的目標 就是對著女側的鏡子塗口紅 他人生追求的目標 就只有在女側塗口紅 就只想這樣追求 可是不可得 你就知道他們有多苦 有多苦 你老公是上哪一個廁所 這個也是很多人都很好奇 對 其實在他公開之前 因為他是做女生的裝扮 那自然而然是進女車 因為他那個形態進到男車 反而會嚇到男生 就是他女裝進男車 反而男生會一直瞪著他說 你到底是怎樣 你是不是走錯地方 反而會想要眼神把他趕出去 所以他去上女廁 是比較覺得舒適的 但是他進去 大家也不用擔心 他是個變態 因為他進去是非常小心 因為他只是想進去上廁所 然後出來補補裝 然後就出去 他也不想看別人 對 女生不會怪上 女生沒有發現 沒人發現 可是在地檢署的 你說地檢署 地檢署 他會去上那個無障礙廁所 沒有性別的那一種 雖然是說 不過他們地檢署的女生都覺得說 他上女廁很合理 可是畢竟他是一個蠻細心 蠻照顧別人想法的人 他就覺得能盡量避免麻煩 還是就盡量去上那個廁所 這樣 對 他當過兵嗎 有啊 有啊 他當兵 當超苦的 那是他的故事 他也可以跟我講 當苦的 超苦的是什麼意思 就是被虐待 就是喝水只能喝那個水龍頭 轉出來的水弄灼灼的 然後不然就是被那種長官欺負 就是大家要去那個沙石地裡 那邊撿石頭 從A減到B 從B減回來 不然就在沙子上抱著那個布袋 一直要原地塌布 然後轟轟轟那個沙子就一直上來 每個人都回頭塗臉 黃醫師有沒有什麼 對這個陳漢章醫師 還有雪兒好奇 有 我想要挑戰陳漢章檢察官 就是說我這人滿喜歡挑戰檢察官的 你官司還不夠嗎 就 不是啦 就是說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議題 大家有沒有想過就是性別轉換 因為陳漢章檢察官他在做男人生的時候 他是人生勝利主 就是背負著家長的期待 然後自己很努力 然後也達成了人生勝利主的目標 在二十歲左右的時候 那現在四十歲的時候 他要邁進另外一個 就是一個夢想的實踐 也要做人生勝利主 大家有沒有發現他要做的女性 女性的類別種類有很多 他所要做的女性 還是屬於標準美女 這是我要提出來的 但是我覺得我們在講這個兩性 或者說我們今天在講論這個穿搭什麼 大家都說陳漢章檢察官穿搭很好 很喜歡 這也沒錯 但是我覺得要提醒大家就是說 我們不要只喜歡女性 只有一種穿搭 就是說如果是女性 我就一定要漏乳溝 有漏乳溝叫做有誠意 那這是我們對女性的這個要求 而且對想說有誠意 通常是男生覺得很有誠意 那他女性 我們不會懷疑 對啊 可是對於我女性來講 我要講的是這個女生漏不漏乳溝 對於我來講沒有誠意的問題 如果我們這個社會要求女性 或者是期待女性 是這樣的時候 請問男生站在我面前要漏什麼 才叫做有誠意 戰車 NO 你漏錢 我就覺得有誠意 可是你這個社會又教我女生 要AA制 所以這個是我要挑戰的地方 對 你會願意回答嗎 就是答案 我覺得他超越答案喇嘛的意思 因為連答案喇嘛都會說 如果他要變成一個女生 他也要做金髮碧眼美女嘛 那陳愛上檢察官 確實也是在這個路上走 那我覺得就是 以講究外表的最大好處就是 我們全臺灣的男生 如果好好的去注意自己的外表 就沒時間來跟我們女生的外表 說三道四了吧 你自己外表爛成這樣 然後不好好去檢討 如果你好好的去注意你的穿搭 你根本沒時間來給我們批評 黃醫師你記得要喘息一下 不然你都沒有跳針 對啊 被我跳針 我有那個問題想請教學兒 就是說因為剛才有提到就是 如果有比跟金秀賢一樣帥的男生 那檢察官願意送來你身邊嗎 那我覺得我有一個想法是說 因為畢竟你是一個漂漂亮亮的女生 那也到這個 就是到了這個三四十歲 其實是最成熟的時候 那你有沒有問過自己 因為我整個聽下來 我都覺得你很替老公著想 你很有同理心 很支持他 方方面面都是 包括孩子的教育 都覺得說他跟一般人家爸爸 沒有不一樣啊 但是有沒有問過自己 你真的要一輩子這樣走下去嗎 有沒有可能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你可能遇到一個真的就是 你當初你也想要有一個白馬王子 你也想要一個正常的另外一半 那你們有沒有討論過這個問題 就是maybe有一天那個人出現了 那你可不可以去追求你的幸福 這是我想知道的 我覺得這就可以講到互相尊重的部分 因為呢 我們目前的狀態是說 我們決定要好好讓這個關係繼續下去 所以我們也把握每一天 就是讓彼此都過得是還蠻開心的 那至於未來會怎麼樣 我們也都不敢下斷定 因為就像他會變成百分之百 女生狀態的生活 這也是他之前沒有想過的 對 對 所以我覺得未來的事 我們就反正先把眼前的事做好再說 未來你想要去設想什麼 也不見得會變成那個樣子 你剛剛講說 他這個這三年越來越進化 你覺得為什麼 應該是說進化 他就是想讓自己變美 就是把握女生青春的尾巴 讓自己維持在最完美的狀態 對 他也是覺得他要當 就是要當美女 突然沒有意思 要選就做美女 所以我們打扮是台灣男生 要批評我們女生 對吧 有人批評你們嗎 女生如果要打扮就是花錢 這是真的 這是這樣的 對啊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記得剛剛雪兒有說 這個陳漢章檢察官有去看過精神科醫師 對不對 那是什麼時候 也是他覺得他也不知道自己發生什麼事 所以也是想去尋求解答 對 大約什麼時候記得嗎 其實他沒有跟我講什麼時候 我也是最近 婚的時候嗎 對 應該也是 我覺得也是這三年 回臺灣之後 從日本回臺灣之後 他去問了一下 哇 在日本因為很解放 對 然後回來後完不能適應 所以他就去問了一下醫生 去日本多久 我們去一年 對 去一年 對 反正就是沒有人認識我 我就可以用女裝出現 對不對 沒錯 那回來就回不去了 沒錯 就是回不去 然後他就去看精神科醫師 對 那結果呢 結果醫生跟他說你是性別不安 所以他才開始去認識這個是什麼東西 又重新認識了自己一次 對 是 是 是 那你也講就是說他以前脾氣比較暴躁 可是後來更常於女性出現之後 脾氣就變好了 然後對你用太后班來服侍 對 其實在座三位都還沒有被太后班服侍 很羨慕 皇后都沒有來到太后 因為你自己就是 queen 不需要人家伺候 我們很希望 那可以形容一下什麼叫太后班的伺候嗎 應該大部分對家庭主婦的刻板印象 就是你要包辦所有的家務 然後照顧小孩 要煮飯 洗衣什麼什麼的 可是對於這些來說 他沒有要求我一定要做 我想做的時候做就好 那再來就是很多男生就是到下班時間 就不想回家看老婆的臉色 或聽小孩吵 他可能就是故意要在辦公室加班上網 或是停進 我曾經聽過我朋友說 他每次下班回家 車子停 他要坐在車上 享受一下自己的時間才要上樓這樣 簡直完全不會有這個狀態 他就是覺得他事情忙完 他要回家趕快陪我們照顧我們 所以這一點我覺得還蠻感動 因為如果我不煮飯 他就要 他就要處理嘛 真的 對 然後再來就是最近發生一件事 就是我一般我送完小孩上學 我是會繼續整天的行程 可是因為我前一陣子 有一天我就送完小孩上學之後 我覺得不太舒服 我就整個人又縮回被窩裡去 他那天就覺得看我不太對勁 然後他就真的早上他就請假 在那邊觀察我 不時來幫我量體 我覺得好像這樣不太行 我帶你去看醫生好了 他就是把我送去看醫生 然後才去上班這樣 就是我會覺得在他的心裡 我是第一 我很重要 對 你會不會覺得他最近心情更好 他應該心情都還不錯 我都沒有罵他 那他聲音這些會有轉變嗎 有 其實他去做聲帶手術 但是他做出發點是因為他在開庭的時候 他發現他用男生聲音講話的時候 在開庭的人會忽然整個黑人問號 就說這個人怎麼回事 他到底是男的還女的 因為他看起來就是一個女生在那邊 那忽然一開口聲音非常低沉 反而就是開庭的那個氣氛整個鬆散掉了 對 所以他是為了避免當事人的困擾 或是怕地檢署無光 覺得說地檢署怎麼出了一個這麼奇怪的檢查 所以他去動了聲帶手術 讓他展現出來的聲音跟他的外表是比較符合的 那所以他在生理的部分動了聲帶的手術 還有其他的嗎 抽脂 抽脂 對 然後頭髮流長 對 那他會煮飯嗎 他會耶 以前會嗎 以前不會 其實他以前也是在婚前就是跟少爺一樣 男生結婚前都是媽媽在照顧的嘛 那結婚後有自己的家庭 我覺得男生真的結婚後才慢慢學得長大 對 他是會煮飯的 所以你在家不用煮 都是他在煮 也沒有兜啦 有時候我還是有煮 我很會煮你後面 互相分工 那你們曾經兩個閨蜜有回夫家嗎 他有打扮成那個樣子 回去爸爸媽媽那邊嗎 其實他現在回去爸爸媽媽那邊 也都是女裝的樣子 接受 就算是接受吧 那很好很好 謝謝 謝謝 謝謝